富邦勇士交手臺北達新 連續三場比賽拿下三十分以上的勇士洋將 而Barrick開賽人保持活動手感 這次別拉了一下 還是能把球擺進南框 還獲得小仗嘉義的機會 屢次mismatch都沒有放過 富邦一度取得六分領先 但上季聯盟得分王達新洋將Brian Davis 為了不想被比下去 用底線上籃反將一軍 而且林冠人們要為本土球員爭口氣 連同這一季三分彈 幫助球隊拉出一波十比二的攻勢 比十七比十七追平戰局 今天生日的Kobe倫 不但有壽星力量加持 突然手感還沒有因為超級寒流受影響 尤其三分外線四十五度角 這個位置怎麼投怎麼近 連續標準三技三分彈 更誇張的是 甚至連防守者擋在前面也攔不住他 半場三分球八投五中 砍下十七分 達新順利取得九分領先 沒有想到換個籃框 壽星力量還是無法擋 轉身後揚高難度出手 有 更不用說三分外線 距離一大步同樣空心入網 全場標進六季三分球 攻下本季新高了三四分 而且這股好運也傳到黃鎮手中 第三屆中了前 運過半場直接出手 Buzzle beat her 達新一口氣把優勢掛到十二分 最後決勝節 畫面依舊是Kobe倫 不用得分 助攻也能搶擺面 攻守轉換第一時間找到小老弟試驗中 籃下放盡兩分 本場獲得充分上場時間的 重元朗阿飛沒有讓教練團失望 交出十二分三助攻 優質表現 最終台北達新市議八二三比六四 擊敗富邦勇士 目前戰績十二勝八百 暫居第三 回來台語新聞 綜合報導